杨坚思考的时间并不久,这种急迫之下做出选择的情况也不是第一次了,之前也发生过好几次,他有着自己的判断方式。 而在这个时候罗素仪的声音却又从外面传了过来,并且告诉他外面的那只鬼有了动作。 从罗素仪的话中不难得知,外面的那只鬼的确又有了行动,这种行动会不会和雄文文之后的死亡会不会有着什么必然的关系,谁也不知道。 但从目前的情况却可以分析出,雄文文的死多半是和外面的那只鬼脱不了联系。 因为周围就只有这一只鬼而已。 罗素仪,你不用那么紧张害怕,真碰到了鬼也不一定就是要跑。 要躲,我们可都是遇鬼者,从本质上来讲我们也算是一种另类的鬼,如果这次我没有什么收获的话,外面的那只鬼就是我们接下来的目标。 Z式的人头气球事件的源头可能就是他,也在考虑范围之内。 杨坚背着赵磊的身体从房间里走出了出来,他脸色平静,一点也不惊慌。 罗素仪听到他这样的话顿时吓了一跳,什么? 我们要对付那鬼东西。 还是算了吧,那东西一看就不好惹,我们还是别管了,直接和鬼接触弄不好可是会死的,这样的事情我已经有过经历了,不想再来一次。 能成为遇鬼者,他也是经历过生死的。 正是因为经历过,所以才恐惧,想杨坚这种能克服恐惧,游走于灵异事件当中的猛人现实之中可不多见。 有时候也许游不得你不行动,别忘记了你也被鬼盯上了,算算时间的话,一旦雄文文死了,在他死后的五分钟你也会死。 杨坚一边走过来一边道,鬼已经盯上你了,只是你自己还不知道而已。 等他真正动手的时候就一切都晚了。 看了看客厅,林洛梅此刻手中拿着鬼竹已经点燃了。 绿色的火苗跳动,将他和雄文文笼罩在里面。 杨坚此行不需要他们两个人做太多的事情,只需要他们活着帮自己搜寻源头,避免危险,所以鬼竹放在他们身上保护他们的安全显得尤为重要。 我还要去另外一间房间找点东西,你们是待在这里等我回来,还是跟我一起走? 有鬼竹的话,接下来你们应该是安全的。 雄文文想都不想就回到,我才不和他待在这里呢,我要跟你一起走,和他们待在这里说不定等你回来之后我尸体都凉了,快,快带我离开这里。 既然如此那就一起走吧,林洛梅,拿着鬼竹牵着雄文文跟我来。 杨坚二话不说,背着赵磊的尸体就往外走。 林洛梅拿着鬼竹手掌微微颤抖,但他还是硬着头跟了过去,他不理解为什么杨坚在外面有鬼的情况之下还要往外走,可是这个情况由不得他做主,他只能听从杨坚的命令。 这个时候如果还不服从命令的话下场肯定会非常惨。 罗素一,让开,我们要离开这里了。 杨坚道,大哥,想清楚啊,外面可是有一只鬼在往我们这边走,弄不好会死人的。 罗素一此刻语气多缩道,眼中透露出无比的恐惧。 我有我的考虑。 杨坚冷着脸道,跟我走,你们都能活,如果不听我的话,死了我不会负责的。 罗素一同样也没有办法,他虽然有些后悔跟着来,但杨坚也没有强迫他参与这起事件,是他自愿过来的,如今只有哭丧着脸将顶着的门打开。 杨坚二话不说,背着赵磊的尸体就往外走。 我们去哪?那只鬼把鹿堵死了。 罗素一手中的手电筒还罩着远处的那个高大的男子。 那个高大的身影依然不急不缓地迈着沉重的步伐往这边走来。 空气之中的尸臭味更加浓郁了。 远处的那东西活脱脱的就是一具尸体在行走。 可如果只是简单的诈尸那就好了,这分明就是一只恐怖级别不明的厉鬼, 只等某个条件符合,他们这些人都有可能死在这东西的手中。 杨坚头上的鬼眼透过昏暗地走道盯着那东西看了一眼。 一张已经发黑发臭的脸,不断流出湿水的眼睛,身上穿着一件老旧的大衣, 配合那个高大魁梧的身躯,这就像是从地狱深处跑出来的冤魂。 漫无目的游荡在这个狭小的走道里,将不算宽的过道直接堵死了。 而且眼下正面朝这里,一步步地往这边靠近。 没有错,这就是之前我在二楼时候遇到的那只鬼。 杨坚神色一动,看到了这个具高大尸体背后那留下的一个个脚印。 脚印并不是黑色的,上面只是沾染着身上流出的湿水在腐烂之后所以才形成了一个个黑色的脚印。 不过这些脚印的形状大小和之前第一次进出凯撒大酒店时候的一模一样。 那是什么? 呼的,他又看见了这只鬼的一只手上拿着一样东西。 一把菜刀。 不,不应该说是一柄菜刀,虽然形状很相似,贴切地说是一把柴刀,和农村里那种用来砍柴的柴刀基本类似。 秀记斑斑,满是缺口,似乎埋在土里已经很多年了,上面还残留着一些特别的泥土。 鬼的手中居然拿着一把刀真是头一次剑。 杨坚心中一领,他的直觉告诉自己那一把秀记斑斑的柴刀绝对不简单。 因为他见过的鬼当中从未有过鬼手中拿着武器的,就算是鬼绳本质也只是一根上吊绳而已,属于通常的物品,而柴刀却偏向于一种特别的武器。 和这类似的物品杨坚经历的那么多灵异事件,平时查看总部的档案之中也只是见过一次。 那就是大昌室,弘法寺地下室中那个神秘房间里用来盯住一只高大人影的棺材钉。 棺材钉和这把柴刀很类似,同样是秀记斑斑的铁器。 但棺材钉的作用有多大?S级灵异事件的源头,代号饿死鬼的存在被杨坚直接用棺材钉直接就给钉死了,失去了活动能力。 大哥,快别看了,时间马上到了,是走势跑你说一句话啊,那东西正在往这边走,你不怕死我还怕死呢,我和林洛梅可不能被你坑死在这里。 罗素一抓着杨坚的手都快跪下来求他了。 如果喊他爸爸可以保命的话,他都不介意喊一句杨爸爸。 鬼杀人是有规律的,这东西很特别,不具备无差别杀人的特性,甚至不具备随机杀人的特性,我们看到了他,他行动没有改变,我们也没有死,从这些我可以断定,这只鬼必须满足特定的条件才能杀人,而且一次只杀一个。 杨坚背着赵磊的尸体一边往后退,一边说道,他需要观察这只鬼的任何行动,从而找出这只鬼的杀人规律,避免这次的危险。 看着那把秀气斑斑的柴刀,杨坚觉得这东西还是别招惹为妙。 至少现在不能招惹,为什么你那么肯定这东西一次只杀一个人? 罗素仪却是又惊又疑。他都不知道杨坚哪来的信息能判断得这么正确。 如果这只鬼造成的伤亡太大的话,Z是早就不止死这么一点人了,就从这次事件的伤亡来看,这只鬼也就是定义为C,限制级。 杨坚依然边走边退,但危害不大,不代表危险不大,这种往往一次只杀一个人的鬼才是遇鬼者的噩梦。 上次灵异公交车碰到的甘尸新娘就是这一类。 一次只杀一个人。 可是那个人却是在杨坚的三层鬼域之中被杀,甚至是哭连鬼都无法先一步杀死甘尸新娘的目标。 这是一种极度的恐怖。 希望这东西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可怕。 杨坚又带着几分自我安慰道。 他现在身边带着一群菜鸡,要是碰到那种甘尸新娘一个级别的鬼,那死伤就是无法避免的了。 可是就在众人跟着杨坚继续深入,不断地和后面的那只鬼拉开距离的时候。 之前雄文文预知的死亡时间。 两点过十分,到了。 雄文文的卡通手表上立刻就传来了一声嘀嘀声。 这是他设定好的时间。 杨坚,我,我的死亡时间到了。 雄文文面带恐惧,拉着杨坚的手,瞪大了眼睛看着他。 与此同时,跟在后面那具游荡在走道里的高大男尸,脚步停了下来。 这是一种异常。 和灵异事件打交道多次的杨坚立刻就意识到了。 雄文文的死就是这种鬼造成的。 别害怕,你在鬼主里面会没事的。 杨坚沉声道,相信王小明制造出来的这东西,鬼主只要不熄灭,没有鬼能杀死你们。 雄文文点了点头,但恐惧之色丝毫不减。 毕竟他是预知到了自己死亡结局的。 此时此刻,杨坚又看见了那具身材高大的男尸在停下脚步之后那只拿着秀记斑斑柴刀的手缓缓地抬了起来。 大概是抬到了半腰的位置。 这个位置杨坚迅速地和周围比较了一下,正好是雄文文脖子高的地方。 不会吧? 杨坚猛地意识到了什么,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接下,那具高大的男尸拿着手动那秀记斑斑,满是缺口的柴刀对着半空中挥了一下,像是在劈砍空气一样。 下一刻,林洛梅手中的那鬼竹立刻火光炸裂,像是滚油之中泼了一盆冷水。 绿色的鬼火迅速膨胀。 整整一根鬼竹此刻以一个不可思议的方式燃烧着。 仅仅瞬间的功夫,就已经只剩下了十分之一不到。 雄文文没死。